在澳洲有82年歷史的色尼大橋 都要扮靚翻身、吸引遊客 過程還一點都不簡單 一起看看 色尼海港大橋是澳洲著名地標 也是全球第六場的拱橋 大橋在1932年落成 用了53,000噸鋼鐵和600萬口釘 經過歲月洗禮 大橋部分位置已經花容失色 但是想幫他重新塗上游漆 似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局說工人只是用繩綁住身體 就進行高空工作實在太危險 所以游漆工作不能夠全面覆蓋大橋 大橋負責人說 考慮過工人的安全 決定用新方法 為這個澳洲地標換新裝 這個平台另一個作用 就是防止一些油漆跌落馬路或者海港 多局說將來更可能會用無人機 由高空嵌拆橋頂的狀況 令保養工作做得更好 在香港不時都會見到桌槍師姐在街上巡邏 但在巴基斯坦性別歧視問題嚴重 女性連找工作都不容易 不過當地最近出了一位女警長 一起聽聽她的故事 她不是一個普通的警察 而是首都卡拉奇一間警局的警長 但是要跟她一樣做到警長 首先就要得到家人的允許 加亞薩拉說二十年前 她的丈夫不贊成她加入警隊 但是她丈夫的家人反而鼓勵她嘗試 二十年來她得到同事的鼓勵 現在做了上司 和下屬的關係亦都很融合 加亞薩拉負責管轄的警區 治安惡劣 暴力和恐怖襲擊的事時有發生 雖然她是女人 但她自覺亦都能夠應付 因為在她眼中 女人不讓男人測 她上任之後積極提升女性在警局的地位 又希望增加女警的數目 當地警隊的高層說 巴基斯坦的女性多數從事文職的工作 希望加亞薩拉的晉升 能夠鼓勵女性跳出傳統 她說現在正是積極培訓女性的學員 希望令到更多女性可以加入警隊 如果要選 不知道大家最想去哪一個城市住 而可以去火星居住的話 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荷蘭有機構籌備在火星建立人類移居的城市 並且已經招募了幾百個居民 為何他們想移民火星呢 一齊了解一下 在火星生活不再限於科幻電影情節 荷蘭有機構在過去十年的時間密羅緊固 籌備在火星建立太空城市 機構在全球招收合適人選 收到超過二十萬份申請 經過體能測試和專業資格等等的嚴格篩選之後 只有七百多人成功過關 根據計劃 兩男兩女將會組成小隊 先後前往火星 究竟是甚麼吸引他們移民火星呢 這位女工程師就說想進一步增加對工程學的認知 而這位比利時的英文教師就說希望為人類生存出分力 做先頭部隊 探究宇宙未知的地方 不過一旦去了火星就無法回頭 眾選者甚至要非常堅定 寄舊期望在2025年將第一批人送上火星 最終目標是在地球以外建立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 今集環宇樂影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